一二三四 二二三四 台鐵列車上這位小姐 你以為是行動健身房嗎 其他乘客拍下上週五下午兩點多搭火車 但一上車就看見這尷尬畫面 紅衣女子很自在的拖鞋晃呀晃動動關節 時而拉掉還伸展 時而甩甩頭 持續至少20分鐘 雖然旁邊的人多少會受到影響 但大家也只能在旁邊看 不敢制止 或是默默往旁邊避開 不過對這種行為 台鐵公司說 任何妨礙乘車與後車秩序 安全或是動線等行為 卻腦不停是可以拒絕運送 進到電車車廂 尤其是密閉空間裡 味道很難散去 尤其是夏天到了 悶熱天氣 如果真的遇上像影片這樣 上車就拖鞋 到底該怎麼辦 我會離開那間車廂 我覺得當作沒看到 應該就會離他遠一點 你會離他比較遠一點 因為怕他那個味道會飄過來 其他乘客也說 每天搭火車這種狀況是比較少 但上車遇到覺得怪怪的人 大家第一選擇就是離開那間車廂 畢竟講了有點尷尬 也怕對自己會有危險 對 就是有這種人 我看過很多 而且我也很怕就是被捅一刀怎麼辦 我不會說什麼 因為我覺得他就說 他如果跟我說這是人生自由的話怎麼辦 如果真的有味道我會自己離開 就是看著他可是也不能怎麼樣 因為好像也沒有什麼權力可以制止他 乘客可能是站著了腳痠關節動一動 但脫下鞋子透透氣 其實還是有失禮貌 可能你沒有異味 但難免有愛觀瞻 TVBS新聞楊青波林一台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